乘着旋转椅小朋友满是笑容 另一边六滑梯也是玩得不一乐乎 好 这一座呢 经过安全系数的测试 全台首座以棒球为主题的 共荣室儿童游戏场正式启用 我们这个运动就少一个荡丘圈 现在都一个荡丘圈小一都还在玩 很不错 其实罐头游具已经不吸引他们了 他们来玩其实觉得不好玩 所以如果不是这种比较新式 比较挑战性的游具 他们是不会想再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 因为我们住附近而已 其实觉得还蛮好的 亲子一起共流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亲自检验挡球签 毕竟设施安全性才是关键 这次选在赴帮汉将主场的新装棒球场 打造共荣型游戏场 也请来赴帮汉将球星带动气氛 而象征棒球的手套小屋和超萌小球员 同样很吸睛 我们新北市今年要设置23座的 共荣性和特色性的游具 今天完成的是第21座 那这个棒垒球的共荣性的游具 非常具有特色 而且可以让生脏的孩子一起来共荣 现在的人都常握着滑着手机 有这么棒的公园 当然一定会带小朋友出来户外动一动 新装体育园区翻转传统罐头游具 让小朋友能体验共荣式游具乐趣外 加上职棒赛事助阵 用实际施政掳获大小朋友的心 环宇新闻领域人徐国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